所以要懂得不要执着呀 学佛人不执着是智慧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法身要如如不动 在人间什么叫法身啊 就是你学佛的身体啊 你比方说你跟别人一样 你也拥有个身体 你吃饭啦睡觉啦 你都可以做一些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但是你的心中有法呀 佛法呀 你跟别人一打交道 你的佛性就出来了 你跟别人一说话 你的佛言就出来了 你一思维 别人是想着人间的五欲六成 你就想着佛法呀 所以 你如如不动就是你的法身啊 一个人很干净 如如不动就是你的法身 表面上如如不动 实际上你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啊 就是如来如去 有来有去 师父举个简单例子 你表面上停在红灯上面 啊 你说 我现在车停在红灯 好像 没有让我开过去 实际上你得到更多的自由 因为绿灯了 你就可以马上走 如果你在红灯上 你硬要闯过去 被人家车撞了 你说你接下来自由 更没有了 所以要懂得守戒 啊 一无所来 一无所去啊 做人有的时候就像 我来过人间 又没有来过人间一样 我学过佛法 又像没有学过佛法一样 一切都是平静的 一切一无所去啊 因为一无所来啊 有了也像没有过一样 没有过又像有了一样 无来无去 那你才能一切如 举个简单例子 你在家里 因为夫妻之间 讲过一句不好听的话 你一直放在心中 你就是有来了 因为你把这句话记住 你一直不开心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只要把这句话记在心中 你跟他不能和平相处 你不能跟他有友好的交往 所以真正的无来无去 一切如如是不要把一切的无常放在心中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是无常的 所以我们 恒在常住 不变异 也就是说 我们永恒的常住 把佛性常住在心 不去不去变化 那你就是如如不动啊 你而不过要来 我爱你 还是要的 你不去变化